中医是不看血压的 大家知不知 5000年的中医有看过你血压吗 你开玩笑 血压有用吗 你血压高点低点有意思吗 有用吗 它高就高 它低就低 你爱你啥事了 它高你非给它弄下去 你找死吗 为啥 你六七十岁了 你这机器开了五六十年了 你的血压高点 它要不高都不正常了 好不好啊 你为啥要用美国人 西方人 欧洲人的指标来 你为啥把老人小孩 血压都变成一样一样一样的 这怎么可能啊 一个新机器 一个用了六十年的机器 你让它的功率是一样一样的 啥情况 你到底是什么狗屁理论呢 它血压高点是正常的 你蹦一蹦跳跳就血压高了 你生个气都血压高了 你吃点闲都血压高了 你开心都血压高了 你这机器用时间长的血压高了 高低是正常保护啊 爱你啥事了 你非给人按下去 关键是你能按 还是按着葫芦瓢起来 对不对 还告诉人家 这个是病 绝症治不好 终身服药 结果怎么死的 被吃药吃死了 你说说你这死的惨不惨 本来不吃 还能多火好多年 结果一吃 这辈子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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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辈子完了